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看 以前台湾没有所谓的涉态理由 我们桃米社区真的是台湾第一个做涉态理由的社区 利用生态可以赚钱 可以保护环境 这样的理念在桃米大家都很相信 9月地震才改变这个涉怯理由 我现在不觉得我现在是地震灾民 我是以桃米人为友 地震科学家将人类听不见的地震震波快转放大 转换为人耳足以辨识的音频 低沉剧烈的声响仿佛大地发出 阵阵哀鸣 这是二十四年前 921地震那一瞬间 来自地心的声音 随之而来的是102秒的天摇地动 一到了夜晚 整座普里市就像战后的废墟一片漆黑 地震就会很慌嘛 因为我当初还没有睡觉 抱着小孩子往外冲 921那一天呢 其实我刚坐完月子归来台中 我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要先去抱我的小孩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栋大楼 这是一栋 应该画面上看起来是四层楼的大楼 但是底下到底有没有陷下去 我们这个社区是普里最穷那个社区 大家当年其实是蛮茫然的 那个时候对人生是充满了一种恐惧 无奈甚至你不晓得未来会如何 距离镇央20公里外的重灾区 南投普里镇桃敏社区 当时369户人家 168户全岛 60户半岛 受灾率高达62% 历经大政洗礼 原本默默无名的小山村 近写下堪称农村再生典范的 重建奇迹 好来我们把灯都打开 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桃敏生态村吧 是把青蛙叫老板的地方 有没有听过 有 有喔对 循着微弱灯光默黑前进 人称班长的生态解说员李荣芳 整代理游客寻觅平时细心呵护的老板们 你看八黑 等下走过去 有青蛙跳上来马上跟我们讲 над 哇现在有很多青蛙的声音 那 喬喬喬喬喬喬喀喬喬喀喬喀喀喀�..! 對 因為它都躲起來 我先照看看好不好 來 這是一隻翠鳥在睡覺耶 有看到嗎 有啊 為什麼大家買到四百年 有拍照嗎 以前台灣沒有所謂的生態旅遊 我們陶米社區 真的是台灣第一個做生態旅遊的社區 地震以後經過老師來幫我們上課以後 就擬集我們這個整個社區的向心力 這個地方算是 這隻死地有後生的地方 因為你已經沒有退路了 穿過竹林 走過小溪 眾人期盼已久的主角 終於現身 來這裡 有沒有看到 那裡也有一隻 有看到嗎 這個叫做同一種 它叫金線蛙 來 你們看它的背部像不像西瓜皮 像不像 所以小朋友都喜歡把它叫做西瓜蛙 好小喔 好小喔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們剛變態完成而已喔 地震前陶米秀區人口外移嚴重 經濟衰敗 曾被取笑窮到連鬼都不敢去 地震後農村常年低度開發 正好適合推動生態旅遊 原先的地方困境 反而創造巨大商機 這隻叫做共德式刺蛙 因為叫聲像小狗的聲音嘛 所以暱稱叫狗蛙 就是它 變成王子 哈哈哈哈 請看看 哇 明天就變成王子了 拜拜 兩千年學者調查 當時懸台共29種原生種青蛙 草民社區就能發現 其中的23種 跟它按摩它這個裝飾 有看到嗎 有嗎 有嗎 你看有嗎 是 不動了 不動了 你看 原來很舒服 曾經荒廢的農田 成為生態導覽 絕佳場域 一部對未來無望的村民 如今是對著遊客 私信推銷家鄉的解說員 歷經強政 桃米社區 善用在地優勢 單轉為基 9月第四之前 我們這個地方是完全沒有人會進來的 我們這個地方要風景沒有風景嘛 什麼農產品我們也沒有啊 因為現在大家都喜歡自然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的父母 都會帶著他們的小朋友 來這邊做體驗 所以我們真的要感謝地震 也讓我們找出另外一條不一樣的路來 要挖泥土的就是這個 那在這船嘛 每個人 這邊是每一種要種十顆 他是特勝中心前副主任彭國棟 也是長期陪伴桃米社區 走出絕望 找回自信的關鍵神隊友 要撞到土裡面喔 有 撞到土裡面 水捲也要種 水捲也要種 對 水捲也算是稀有的水生蕨類 以前我們台灣人不僅是 撞來在水邊生態還是很好的蔬菜 我們也希望說在這裡 能夠為台灣的水捲 還有大安水所以這一些 又找到另外一片的淨土 新手種下水生植物 營造生物友善棲地 成員中有桃米媳婦 也有地震後回到埔里的返鄉青年 二十多年來 桃米生態村在眾人努力下 闖出名氣 桃米社區特別是在921以後 知道說像這樣子 生態的水池配上原生植物 配上生態工法 遇到像大地震啦 或者天災啦 最有所謂的潤性的 就是這樣的生態工法 配原生植物 然後在地的物種 在地的人 在地的知識 那這樣子就是一個 可以永續的社區 921地震後 洪國棟來到桃米社區 展開生態調查 協助居民了解木箱 跨出重建的第一步 在921以後 整個生態系統 其實是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壞 生態的營造 就是我的專長 也是我的興趣 所以第一個當然是調查 盤點 像這樣的一個社區 到底我們本來有哪些東西 經過地震以後 還留下哪些東西 然後這隻是小紫斑蝶 這樣就抓到了 是啊 這隻小紫斑蝶 工的 那在桃米 這幾年漆地的營造 第一個是水池 第二個蝴蝶的石草跟蜜眼植物 那營造的結果以後 那邊很多的小紫斑蝶 端紫斑蝶 失勢紫斑蝶 還有這個青斑蝶 就回來了 因為震災後 極需要的是一些建設的東西 但是他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工部門也會撤走 那個時間點我們是不是 什麼就都沒有了 所以變成說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學到的東西 去把它生化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做調查的時候 就已經把將來社區人員的參與 跟生態旅遊 其實是想在一起也結合在一起 如果在地所謂的地方的創生 跟在地的生態旅遊 如果是有機會的話 怎麼樣把生態結合到生活 結合到旅遊 推動生態旅遊前 桃米社區以麻竹筍為主要產業 但竹筍採收過程艱辛 收入微薄 當時村裡年輕人最大的夢想 就是盡快逃離家鄉 我還沒有要來上課之前 大概可能就四五點 就要跟著爸爸媽媽到竹筍園去幫忙 所以我就還沒有 國小還沒畢業就想要離家出走了 實在是太貧窮了 我小時候 國小的時候還沒 國小三年級才有墊 我們已經是窮趴了這種心境 我是希望能夠透過 九二一地震之後 然後再去看有沒有辦法去轉變 大震過後不少居民重返故鄉 生計再度成為難題 這時彭國棟親自開班授課 培訓生態解說員 吸引遊客走進社區 不是生態就不賺錢 利用生態可以賺錢 可以保護環境 這樣的理念在桃米 大家都很相信 這大家會理所當然的愛護自然 沒有想像說現在 我媽媽說 現在台北竹筍變中原地了 以前沒有想過這樣子 有了美景解說團隊也逐步到位 重建團隊發現 想讓全台認識桃米社區 還需要更多觀光亮點 這一座建築叫做紫教堂 這紫教堂在板神地震之後 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救援的基地 那後來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社區 營造的這個中心 曾是日本板神大地震災後重建象徵 921地震後紫教堂飄洋過海落腳中台灣 原來的紫管的樣子就長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個水質呢 就是我們在遷移的過程的時候 在神父的港口有被雨淋到 被雨淋到稍微有一些水質 那這些水質就後來就成為很有意思的 一個說法 這是神田玉神父說的 他說這些紫管的紫教堂 不允心離開日本 所以他們留下了眼淚 那我們就講說 他來到台灣之後 我們付出了更多的這個汗水 來跟他一起努力 所以紫教堂是 是汗水跟淚水交織而成的一手師 促成這段台日難得情誼的 新顧商文教基金會 決心建立長久永續的產業模式 將青年留在家鄉 年輕人回來之後 他們就覺得說 假設回來把房子蓋了 如果地方沒有一個新的產業的話 那他們最後還是要離開自己的故鄉 我們在從社區重建的這個過程裡面 必須要有一些亮點 或者是必須要有一些 讓人家可以來聚的一個感動的 氛圍的一個場域 那因為這樣場域可以聚人 它就可以形成一種新的市場的一種模式 2008年紫教堂成立帶動觀光風潮 不只創造超過200個在地工作機會 每年觀光收益更上看 一億五千萬元 那在紫教堂重建起來當年開始 遊客就更加喜歡進到這個桃米社區 就是光是生態旅遊的部分 跟這個來參觀紫教堂的部分 就使得桃米社區從2008年 大概有五年的時間 變成是埔里最平均所得最高的旅 看著故鄉走過震災 從邊鄉農村 一躍成為台灣生態旅遊的觀光代名詞 社區居民求福天 內心 百感交集 這個是以前 以前我的老家 我回來的時候 當初就已經蓋磚造蓋好了 然後地震的時候 連磚造都承受那種七點幾節 人磚造都承受不住 所以說它的三樓 二樓全部都是龜裂 這個區塊 就是當初我們地震之後的隔天 隔天 在這個以前都是完全是田地攤 完全沒有建築物 那當初有人 有社區裡面 像我哥哥做板模 所以說隔天的時候沒房子住 不敢進房怎麼辦 板模撲一撲 把有的帳篷或者是帆布 就搭一個臨時的住宿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常常說 很多人問我說 錄影好不好玩 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玩 災後沒了工作 邱復天和鄰居 透過以公代正賺取收入 加入苗普班 在社區各處種下苗木 那這個期間裡面 就是讓社區居民的 相信率或者是很多的 去結合 去凝聚 那這個過程要差不多 一個產業成型要十年左右 我們大概從生存走向生活 大概必須要經過十年 二十多年過去 當年的小樹苗 如今綠樹成蔭 崇復天將老家改造成 伴隨陣陣蛙民的生態民宿 就座落在自己 親手栽下的樹林裡 這個過程裡面 它改變最大對社區的認同 還有對環境的認同 我們以前對環境 是目不關心的 說實在的 其實我們可以活下來就好 其實其他不管 現在對很多環境的議題 是非常注重的 從以前哪鋤頭 哪鐮刀 現在是哪麥克風 我現在不覺得 我現在是地震三年 我是以逃迷人為由 國運總是被稱為災區 居民齊心 懷抱著對家鄉的真摯情義 共同寫下展現台灣 前任生命力的 逃你重生祭